大家好 我是Tim哥 欸 等一下 導演你叫我拿筆電上來幹嘛 是要教大家蘋果筆電的小技巧嗎 沒有啦 有一個小禮物要給你啦 那我電腦要合起來嗎 你電腦要先合起來 看一下這裡面的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 打開 打開 空的啊 有一點平板 平板拿出來 然後我把你那個筆電放進去 這台是iPad Pro 對對對 最新的 然後呢 你把你的電放進去 這個拉鍊幫我拉起來 它兩邊都有拉鍊 我拉一下 我拉起來 然後呢 幫我一個忙 就是這邊有水 這個地方套過去 我要看一下幹嘛 你先套就對了 你先套 要鎖起來 鎖起來 然後呢 OK 好 謝謝 這就是你之後的身材工具啊 iPad Pro M4 版這台啊 對啊 啊 我筆電 我把它鎖在箱子裡啊 你要挑戰一個禮拜 不用筆電 改用平板 欸 我有iMac啊 iMac 貨士姐直接幫我家了 所以我就只能用iPad Pro 挑戰一周一喔 那我可以用iPhone吧 可以 好好好 那剩下一次我要自己錄嗎 剩下一次你自己錄啊 就是 我等一下給你那個 MOSMO Parking 就直接開始了 喔好 最終訂閱3C Tim哥的生活日常 就是要和你分享3C大小事 沒有想到Tim哥 週末 還有兼職育兒 你看 自己按 喔 什麼忍者 按經典 這樣 喔 切西瓜 喔 切中了 換你 哇塞 哇塞 等下他我要換你 吃個 啊 你切到了炸彈了 炸彈不能切 留一些給我 留一些水果給我切 這次 Tim校長 喔唷 這麼厲害 沈浸式切西瓜 欸 今天呢 一樣是我的平板挑戰 結果我剛去開一個會 奇怪捏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只有留下我的鍵盤 啊 我的平板竟然被後面那一位 給我拿走 我們來看他拿走他幹嘛 欸 你幹嘛幹我的平板 你怎麼會拍回來啊 不是啊 我要剪片啊 這麼大的螢幕 身為一個已經有點老花 沒有啦 老花的 就是 你看這個螢幕這麼大 我跟你講我之前都用什麼剪 我都用手機剪 你看這個字 跟這個字 你看 這樣 欸 這個老花也都可以剪片耶 所以我們叫阿公阿媽都會學剪片 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剛剛發現一件很猛的事情 因為現在 等一下 你是現在拿了我平板 然後什麼都合理化是不是 對 而且他還拿了一個SSD 直接抓影片過來 不是 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事情是 怎樣 就是因為現在的 這種剪片軟體 他都有自動辨識字幕 然後我之前用這一支的時候 就是容量 iPhone iPhone 這13 然後跟 你老闆怎麼只拿13給你用 那就要問我老闆啊 你老闆是誰 我不認識 TIM 好 那我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他的處理器 跟新的M4的處理器 他辨識字幕的速度差超多 我不相信 不然你全部再重新拉一個進來 我想要看看他到底 你弄這個嗎 對 你是 我看看他到底是有多塊 語音辨識 我再重新開始辨識 然後清透你有字幕 他會把這清掉 好 好了 真的耶 等一下 剛剛不到一秒 超快的 我平常有時候 比較長的影片的話 就要等很久 所以是有沒有感受到我的M4 所以就是這一台 就是等下就是送我了 我在取代筆電挑戰 你給我拿取 所以我拿走你就沒有東西可以用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 你這個剪完 你等一下把機器還給我 好 但你覺得是不是超好用 我覺得你是可以留給我們用 大家早上 我是Tim哥 我今天繼續挑戰 iPad Pro 到底可不可以取代 MacBook 筆電 然後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但我今天剛好就這樣拿著他開會 你看 我連包包什麼都沒帶 那因為裡面呢 有裝了我相關的一些 等一下要做簡報的內容 還有一些文件 很多都要放在這裡面 那因為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Type-C嘛對不對 Type-C好處是 你今天想要拿他 存取檔案 你用SSD 存取其實很快速 剛利用時間先來充電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坐在窗邊 我想陽光超大喔 但你看喔 為什麼我喜歡這一代的iPad Pro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很亮 螢幕超級無敵亮 你看我們這邊其實是陽光耶 完全沒什麼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帶一個新的配件 因為這個是我們公司 前一陣子在做活動的 然後有抽獎 大家沒有抽的話趕快去 然後這個他也是一樣 鍵盤在這裡 而且很好打喔 真的很好打 你看非常好打 然後相關介紹我之後再介紹給大家 利用時間一下 iPad其實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可以分割畫面 像這是我的備忘錄 這是我的Google Map 然後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因為剛好我朋友 他要去京都 所以我找一些 自己覺得很棒的一些京都的點 假設這個水餃店好了 看一下分數很高對不對 這邊你看我按複製 拷貝 貼上 是不是超快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這個分享 然後透過協作 那一樣協作呢 你可以去選擇你的備忘錄 雖然備忘錄在隔壁了嘛 都是備忘錄 也可以對不對 你就可以新增 也就OK的 但我覺得這個你就不用再分享清單 為什麼 因為左右兩邊啊 很快 今天假設你要全畫面呢 就把移過來就好了 這邊就全畫面 這邊有三個點 點下去 這邊一樣可以全畫面 分割顯示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比如說你現在再開一個Keynote 好 這是我的簡報 有沒有 它就可以自己去播一 我覺得這個是 iPad很好用的地方 而且你看啊 iPadOS 18最棒的就是計算機 放進來了嘛 假設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餃子店呢 它大概要 1000到2000日圓 有時候你不知道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按一下這裡 然後呢 選擇換算 然後這邊 你看你就輸入 比如說 2000日圓 就馬上告訴你說 哦 現在吃一頓呢 只要412元而已 吃得很方便 你就可以去馬上換算說 你現在想要去哪裡吃東西啊 假設炒料都入禮 一樣 1000到2000對不對 一樣這邊就1000 是不是就好了 這樣就換算出來 誒 是不是很方便 這邊做切換 你也可以做備忘錄 這個是我覺得 它換回最快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 有一個也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看它這邊也可以登錄 Line啊 WeChat啊 然後你這邊 是不是可能在溝通事情 比如說 我的簡報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呢 點一下這三個點 這邊有滑動字前 它就是在前方 但是呢 你就可以變溝通 然後你一樣可以在這邊講話 比如說我送個貼圖給他 然後我還可以繼續做我的事情 怎麼樣 現在挑戰了一週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電腦整個拿去收起來了 其實是可以耶 你知道我幾年前不是有拍 用iPad Pro取代筆電 那時候我覺得不行 蛤為什麼 那時候你覺得還好是不是 但現在 我挑戰這一週以後 溝習慣了 我今天去開會也是 我就這樣拿著就走了 你知道它的好處是 第一個 你想要的App 幾年前沒有 現在都有 所以你看我WeChat 它可以分割畫面 我也可以用社群軟體 因為有時候社群軟體 如果在辦公室的話 你還是想要用鍵盤打得快 對啊 我這個有外接鍵盤 所以沒問題 再來第二個是 為什麼說 該有的App也都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用雲端 像我Gmail 這些的 我全部也都是拉下來 到我的信箱帳號 那另外呢 我有一些儲存呢 我就直接放到iCloud 所以我一些資料 從iCloud這邊拉 你也不需要外接硬碟嗎 也要 但為什麼我說 現在外接硬碟有多好用呢 是因為我的一些資料 都放在外接硬碟裡面 所以我插上去以後 我所有資料 我用檔案 直接就可以拖拉 而且還可以解壓縮 那像我今天呢 去跟人家提案的時候 我直接從檔案這邊 就直接開了我的提案的東西 也就是你其實不用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外接硬碟 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對 所以我先來總結一下 今天如果你是未來 文書處理的 常用網頁的 編輯的 然後剪輯沒有那麼的重 像我們家的助理 常常幫我剪短影音 其實這個也OK啊 短影音OK 對 但是如果長影音 你還是要用 Adobe這些 Premium一些比較專業的話 那你有可能還是要用電腦 但如果你只是用短影音 你可以假設說 你是做行銷人員 或者是你只做短影音的 小編啊 小編的 跟妳講這個平板就夠 包含大學生也都很OK啊 對 而且我今天呢 剛好去BMW充電嘛 而且我坐到我旁邊的人 他剛好也是拿iPad幹嘛 你知道嗎 當筆電 沒有 他剛好在給人家提案 然後呢 他就拿了Apple Pencil Pro 然後在那邊提案給人家 給人家看東西這樣 完全都是用平板而已 而且 科技很多媒體呢 也都是用平板搭檔 而且你看現在拿起來就輕 而且我今天還特別在BMW那邊挑那個陽光很大的 因為他的螢幕亮度夠亮嘛 那又是OLED 那我中間有一段 我用OLED在看影片 黑的地方真的很黑 為什麼你上班的時候可以去偷懶 看影片 偶是實測 好啦 那我們就回到 我要去跟導演講 我還是想要把我的筆電要我回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給我筆電鎖起來 那不還我 其實你也不需要啦 你就用那個就好 你筆電可以給我 老實說是真的耶 Yeah 獲得一台筆電 Yeah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導演過了一周啦 導演 那個 我的筆電還我 還你 好來 欸 先去那個密碼 我跟你說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什麼消息 密碼我忘了 什麼 你只說筆電還你 你又沒說是要打開來還你 還是冷箱還你 我Savis連箱子都送你 我還送你一個鎖頭耶 等一下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密碼喔 他買的時候 他有附一個密碼的那個數字是多少 然後那個 你弄丟了 我跟你講那個 應該很好把它破解 大不了把那個箱子摧毀掉 這就是露子的喔 不行 露子是不是乾爹不行 那你就自己想辦法吧